每天三分钟获得一个心理知识 人类是一种很矛盾的生物 我们希望别人相信我们 认为我们可靠 但有时候又不得不撒一些谎 或是隐瞒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都在进行印象管理 人们都善于通过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手段 给他人营造一种印象 让对方认为自己具备某些个性特质 而印象管理的高发地带正是情场 怎样做才能够给对方留下比较好的第一印象呢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博士生应见Johnson建议 首先你要接纳自己紧张的情绪 别排斥和否定它 甚至在紧张到说话不利索时 可以暂停一下 勇敢和对方承认 不好意思 我想我是太紧张了 然后简单描述你紧张的理由 你的坦诚反而能为你营造一种可信的第一印象 如果你故作镇定 但又在内心翻滚导致思维不清晰 讲话没逻辑又不走心的人 绝对没好结果 第二 如果对方的问题回答不上来 你可以反转问题 化尴尬为奇迹 对于你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可能想通过这个问题了解我是否是个顾家的人 如果是的话 我的回答是下面几点ABC等等 另外一方面 我可能没有完全领会你的意思 或者我的回答不太符合你对顾家的标准 所以我的回答 你还能接受吗 在这个例子中 你很尊重对方 也尽力给出了自己诚恳的思考结果 同时你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而且通过反问的方式 为对方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提供了奇迹 第三 交谈时把女方作为话题的中心 心理研究表明 在相亲或恋爱初期 如果男女双方聊天的话题是以女方为中心 这场相亲和约会收获成功的几率更高 所谓以女方为中心 不是说男方不说话 而是男方应该把握女方感兴趣 愿意讨论也方便说的话题 通过问问题 辅助自己在同一个话题上的经历 让女方有更多表达的机会 这里的话题不一定是指私生活 而是她对工作的看法 社会现象的见解 甚至只是生活中 交通啊 购物啊 等等方面的小牢骚 都可以拿出来发散 第四 遵守礼仪 恰当得体 相亲对象的文化和家庭背景是否了解 你自己认为的得体和恰当 在对方的背景下 是否仍然得体恰当呢 两人是否般配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 预先了解对象的背景 并把这些背景中 透露出来的礼仪和规则做到极致 这就是你能突出 我和你非常合得来的一种有效信号 第五 相亲约会千万别踩的三个大坑 第一 不要和对方谈起自己的前任 第二 不要在以往的感情经历上撒谎 特别是在性经历上撒谎 第三 不要强调自己的某些优点 希望你能通过这些套路 为以后的真诚相处 创造宝贵的机会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欢的话 分享给你的小伙伴吧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